之前基隆朝靖公园前发生了山崩意外 导致游客人潮大减 双江也很无奈 今天是廉价第一天了 现场游客的情况怎么样呢 把时间交给众享 好的各位观众早安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基隆朝靖公园的现场 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日前发生滩陷意外的平浪桥 那也可以看到现场有出动好几个怪手在持续抢通当中 希望能在6月11号前把主要干道进行抢通完成 那根据我们现场的观察 因为今天是端午廉价第一天 还是有不少游客呢 是通过平潭鲤鱼港旁边的小巷子 用步行的方式或是骑车开车的方式来进入朝靖公园 以及前往海洋馆的部分 那现场我们观察到 其实有许多摊商呢 他们还是持续营业的 在早上呢也是开始准备备料 包括我身旁的这个大肠包小肠的摊商 那我们刚才有询问老板就说 这个部分在摊陷的之后 有没有影响生意的状况 那我们现场也要来询问一下老板的意见 那老板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说之前发生摊陷的状况之后 有没有影响到你们店家做生意呢 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真的 都没什么人进来的 对 那人潮大概预计有减少多少吗 一半以上应该有 不然像这个时间应该里面 车子就刻满了 对 假日的 对 那会担心接下来会持续影响生意的状况吗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天灾啊 对啊对啊 可以听到刚才老板就是说 因为有贪心的状况 所以有影响端午廉价的游客 还有平日陆陆续续 游客有减少的不少 那也希望在6月11号抢通之后 游客的数量能够回升 那以上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最新状况 我们再把镜头交换给棚内 感谢观看